规模7.2强震把苏花公路正成断源残壁 清水段出现今天大巨坑完全无法通行 苏花公路一段花莲变成孤岛 交通部却说要等到年底才能抢通 就有助花莲的民众分享自己的环台苦难记 地震当天下午3点 他从花莲和平下班要回花莲市的家 没想到苏花一段让他得环台一圈 直到隔天清晨5点才回到花莲市 平常只要一个小时的车程直接变成14个小时 搞成苦儿流浪记专家通批苏花公路跟苏花改 有许多贡献段重叠道路多 没有整体建设规划才会变成孤岛场景 遇上天灾苏花就路断在党炮轰 执政的民进党根本对花莲无心 让百姓成了二等公民 花莲人又不是没有交税 完全是彩花花在作税 花东都被当作是国民党的铁票区 他基本上认为说这里选票 反正你不是我们吗 那这小英讲的嘛 你们选错人我就处罚你们吗 一场世纪大地震 震出政府对地方交通建设的轻忽 就不知何时才能还给花莲人 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接夜伟连续过好台北报道